春秋五霸之一 几乎看不出有成为霸主的可能 甚至一路被大臣绑架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楚庄王继位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 而他面临的局势却是个烂摊子 当时楚国在外部争霸战争中被晋国全面压制 内部则存在严重的清大夫问题 而清大夫问题的核心家族就是洛瑶氏家族 洛瑶氏家族是楚国王族分支 约在楚国王时期便是在出任令饮 楚国第一大臣 楚庄王刚继位时的令饮是洛瑶氏家族的成家 子孔与楚庄王之父楚木王的老师潘虫 一起执掌楚国朝政 展开全文洛瑶氏家族 在楚庄王继位时 已经拥有多个分支家族而令饮成家却不是洛瑶氏家族的嫡系族长 洛瑶氏家族的窦客就一直心怀不满 便楚国王族公子谢联合起来 想取代成家 潘虫控制朝政 在楚庄王继位的当年 成家 潘虫率军征讨群书 派窦客 公子谢留守楚国都成家 窦客 公子谢觉得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便被成家 潘虫走后宣布 影都全面戒严 还派刺客行刺令饮成家 没想到 行刺成家的计划已失败告终 成家 潘虫 立刻率大军返回 并包围了影珠 当年八月 自知无力抵抗了窦客 公子谢挟持楚庄王 突围逃出了影珠 准备以楚庄王的名义 在楚国另立中央 幸亏在窦客 公子谢挟持楚庄王 途径逻地的时候 卢大夫几两用计又杀了窦客 公子谢楚庄王才得以脱险 此事给刚刚继位的楚 庄王留下了深刻印象 直接促成他的三年不菲 非不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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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щ点 Trop Marshes